我懂事以來第一次報到父親 是報到他的骨灰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宋文博 眼眶泛紅 在台上講述當年父親在獄中 被政府捏造罪名 遭到槍決的經歷 國家人權博物館20號 舉辦政治受難者追思會 包括文化部長李永德 受難者蔡寬裕 張常美都出席 我沒有一個小孩 就讓台中 他也沒說什麼 就說幾月幾月幾十年 幾月幾十年這樣扮 不用什麼禁止 人證物證都不用了 高齡91歲的受難者張常美 回憶起高中時參加學校自治會 被指為共匪而入獄 即使經過多年 過去的種種仍記得一清二楚 只有真正能夠了解事情真相 是在座的各位前輩及家屬 在家裡等待的家人 才能夠真正的體會到 什麼叫做恐怖 什麼叫做恐懼 生命中的陰影 我們就把它放在背後 勇敢地說出真相 讓下一代的人更能夠明白 這一段黑暗的歷史 人手一支鐵砲百合 象徵人權與自由 與會眾人繞行人權紀念碑 場面沉痛哀漆 文化部長李永德表示 白色恐怖期間的受難者 粗估有一萬三千多人 光是228事件 死亡人數就大約有一萬人 轉型正義需要持續來努力 六年前開啟了轉型正義這樣的一個路 那麼我們也極力地在追求這個真相 不只是被害人的親白要重新回護 這個追究也要持續來努力 台上輕柔的樂曲 輕輕撫慰著受難者家屬心靈 同時也向政治受難者致敬 文化部也表示 未來除了要持續推動轉型正義 更多的是 期待大家記取歷史教訓 不要再讓錯誤的歷史再次上演 新唐亞太電視池千里葉云辱 台灣新北報導 新唐亞太電視池 新唐亞太一